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不曾踏出过中国领土半部 都是透过线上方式跟各国的领导人会谈 原来接着这一次的北京冬奥会 习近平终于跟各国的领导人展开了面对面的实体会晤 作为中国长期的盟国伙伴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前夕 受邀跟习近平会谈 双方之后也针对军事政治还有经贸等等的课题 发表了联合声明并签署了合作协议 在俄罗斯跟乌克兰局势紧张之际 普京跟习近平的会面引起了国际高度关注 两人所发出的联合声明内也提到 反对北约继续扩张 同时呼吁北约摒弃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 并高度警惕美国推行的印太战略 对地区和平稳定所造成的影响 另外两国所发出的联合声明当中也提到了 美国英国跟澳洲去年所建立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并对这三国在核潜艇的合作项目上表示密切关注 而中国跟俄罗斯也批评 美英澳三国的这项举动 违背了亚太地区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也可能加剧地区军备竞赛的危险 那这项联合声明也重申 中俄双方将会支持彼此的核心利益 国家主权还有领土的完整性 并反对一切外部势力干涉两国内政 俄罗斯更是强调将会遵从一个中国的原则 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并强烈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行为 俄罗斯总统普京应约 前往中国参与北京冬奥开幕礼 并在事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进行会谈 双方在会谈当中气氛良好 习近平也借着立春之日 展望两国未来更好的合作关系 冬奥会开幕日是立春 特别这一天我们见到了普京总统 我们也相信这个新春之会 也一定会我们两国关系注入新的火力 另外普京也在会上 肯定了两国战略伙伴的地位 并强调中俄两国坚定的友好关系 中俄会晤引起全球媒体高度关注 而法新社报道指出 普京近期的言论是为了应对近期 与乌克兰之间的紧张关系 因此寻求盟友与西方国家抗衡 而选择靠拢中国 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前夕 俄罗斯总统普京跟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见面了 由于中俄两国目前是美国的竞争对手 虽然他们没有建立传统意义上的军事结盟 但在过去几年里头 两国在多个领域加强合作 以抗衡美国的影响力 对于普京跟习近平这一次的会面 那美国总统拜登又怎么样看待这件事呢 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表示 拜登认为美国跟中国之间 有自己独有的关系 而且两国之间的接触 向来都是通过非常高阶层的官员进行交流的 那在简短回应了中俄关系日渐密切的提问之后 普萨基就把话题转向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威胁 他就警告中国 说一场破坏欧洲稳定的冲突呢 会影响中国在全球的利益 所以中国方面呢 应该要知道这一点 因此美国目前的重点呢 就在于继续跟盟友还有合作伙伴团结起来 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 那美国方面将做出果断的回应